欢迎大世界来关心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吉 29号传出在家中过世 享受100岁 基辛吉曾在尼克森和福特 两位总统执政期间担任国务卿 在美国外交史上举足轻重 他曾为尼克森总统访中铺路 是1970年代中美破冰的重要推手 今年7月 更以百岁之灵访问北京 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也因调停越战 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今年5月 届满100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吉 29号传出在家中过世 目前没有公开具体死因 基辛吉曾在尼克森跟福特 两位总统执政期间担任国务卿 卸任后也相当活跃 多年来持续针对国际情势提出看法 今年7月更以百岁之灵突然访问北京 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基辛吉在美国外交史上举足轻重 曾为尼克森总统访中铺路 是1970年代中美破冰的重要推手 据传他百岁人生中 曾访问中国上百次 1973年也因为在越战停火谈判中 有重大贡献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基辛吉主导多年的美国外交政策 由美国外交教父之称 不过因为他主张现实政治 同意在强国竞争下牺牲小国利益 乌俄战争期间 曾表态要乌克兰妥协放弃克里米亚领土 饱受外界批评 张勇腾编译